Hello,各位Boss Mind的观众,大家好,我是周中俊昌 又是讲股十分钟的时间 今天想跟大家讲的话题就是俄乌局势 最近好像转灯了,甚至乎市场开始在冲劲通胀 可以帮回 昨晚公布的CPI都算是挺低于预期 但是是否完全可以放心呢? 首先,我Facebook 上第一时间跟大家 出了一些帖子,说的是星期三 星期三的傍晚时分 俄罗斯国防部表示俄罗斯证从克尔松撤出 最初的时候,乌克兰表示怀疑 但随着前线军队修复了很多不同的穿落 慢慢进展的时候 整体俄军这次的撤军行动 基本上可以说是确认的 那克尔松有什么重要呢? 其实克尔松是俄军又要抵入侵时 占领的唯一一个首富 这次呢? 大家想想想 之前 普京有下威胁 接着又大幅动员 但这次竟然 在这么短时间之内 要放弃这个地方 一个这么重要的首富 很可能 意味着俄军 其实经历了 做了这么多动作之后 都没办法 将战时有效逆转 最终 逼与无奈 可能在态度上 是有所改变的 金融市场反应又是怎样呢? 见到 经常提及小麦的期货价格 小麦期货价格其实早前是冲高过 因为当时俄罗斯宣布退出黑海粮食交易 但是 没多久 又宣布加油 一下子冲上去之后 立即回落 到850-830 这些水平 横行了不久之后 俄罗斯又宣布 撤出黑耳畅 就是在这条阴烛 所以 整个小麦价格现在是什么情况呢? 基本上 是跌入书克兰之前的水平了 除了小麦 还要粮食指标 因为毕竟 乌克兰 其实是供应 这个 不少的小麦和粮食的 能源方面 大家印象应该很深刻 俄乌一爆发冲突 整个能源价格 无论是原油、汽油或天然气 都一下子急升 但是 看到最近的蓝色线 是2月24号 相关支撑格的水平 其实 无论是纽约旗油也好 布兰登原油也好 都跌落了或跌穿了 之前的起步点 唯独是天然气 还是高于 俄乌战争爆发的水平 简单来说 整体这些商品 能源 和粮食的价格 都好像有望回落 或者已经预先一步回落了 多多少少都跟金融市场 走得比较前有关 但是 今天价格跌 就不代表 未来价格都会继续跌 或者保持在你的位置 先说一下 究竟这件事 对于金融市场有什么 冲击呢 或者 你之后会如何走向呢 正路来说 如果事情进展顺利的话 各个央行 应该不需要再继续 摆幅加息 为什么 因为通胀 是起码在商品这一部分 回落了 如果通胀有所回落 或者是回磨 或者叫做回得快点 因为始终有个基数效应 又不可能 很难 每次都接近双位数 OK 如果通胀 是回磨了 或者加速 放慢了 消费是否可以上升呢 因为之前就是说 人们好像 工资 追不上 物价的升幅 所以 变成 一些 可支配的 除了基本生活开支之外 可支配的 收入 或者叫做财富 就少了 但现在通胀放缓 就是说多了 钱 可以实业 与之同时 大家都明白 比联储加息加得这么厉害 美元过去一段时间都很强 美金 未来会不会继续这么强呢 我相信就难跌了 变成其他的外汇 包括 可能 大家很关心的 Yen 和英镑 都会昂贵的 因为港元是和美元挂钩的 还有相关的资产 股票 大家 可能都要想 是不是应该有点调动 另外楼价方面 其实 疫情这两年 全世界因为放水 楼价都涨了很多 最近利率涨了 美国的 30 年按揭贷款利率 升穿了5厘 去到6厘 这些水平 造成了 似乎很多人工楼都压力大了 但是 如果利率 不再加上去的话 甚至乎可能在下年 可能建领停止坐加之余 还有机会减 其实 相关的楼价 因为大家看回美联储资产 并未有大规模的收缩 OK 可能 会升回 当然 这个地方 或者国家 楼价上升 都需要有资金 和人口 人员的支持 所以 这个楼价上升 是 不包含 一些 资金 或者有人员流出的地区 另外第四 我觉得最重要 风险资产 和债券 重新变得吸引 风险资产 风险资产 当中 例如港股 股票本身也是一个风险资产 但是 港股当中 有些外债 比较重的一些股份 比如之前跌得多的内房 可能会有比较大的刺激 债券当中 可能不是最高投资评级的那些 可能有些少少融资危险 那些 债券 反而 变化会更加大 是否就此 欣欣向荣 什么事都没有 当然不是 现在不是正式谈判 成功 虽然 事全美国都被压力 但是 泽连司机 打到今时今日 他自己都说了 这个撤军 就不可能是敌人送的礼物 怎么都是要因为自己拳头压 其实都是打出来的 所以 这件事 在 地缘政治来说 是未结束 金融市场 是有些要超前反应的 俄军到底是否真的完全败走 谈判最后是否有结果呢 因为其实泽连司机 他的挨价也挺高的 对于俄罗斯来说 他甚至乎 是要普京下台的 这件事 似乎 还是有变数 另外 我们关心的不是正体 俄罗斯的情况 我们关心的 全球通胀 以及金融市场 动态清零 依然是会左右大局 因为 中国也是一个重要的 制造业的中心 以及一个消费的大国 动态清零 大家都要明白 它是一个指导思想 就不是具体实际要怎样做措施 就是说 半年之前 动态清零 做的一些 措施和实际落实的行动 就不代表半年之后 是会有休法 是会有改变 是会有更大的弹性 都不出奇 这一件事 我相信 未来 如果俄乌那边 相当了 中国这边的 经济情况 或者疫情 防控 会更加左右 世界的经济 另外 通胀 其实有时 都是一种 很难顺服的 猛烧 来的 如果 商品通胀 就是刚才说的 那些 能源性 甚至是一些 基本金属 会不会因为 衷景下 经济重新发明 以价格上升 如果是的话 其实 商品通胀 又未真是 会长期压低下来 另外就是 如果一旦 央行松口 会不会 消费者 或者 租金 楼价 和一些 薪酬 又重新上升 令到 通胀 死灰 復燃 到时 就不是一个 这么简单 可以理解的 加息 或者减息 周期 当中 其实是有 反复的可能性 与此同时 其他 地缘政治风险 例如台海 例如 最近 南韩 北韩 都可能 触发 其他 金融市场的危机 我认为 除了大方向 觉得 现在 一些商品通胀 会磨了 有机会 不需要加那么多息 这一个 市场比较乐观的 背景之下 我觉得 作为投资者 都应该要继续留意 好 今天暂时 先说到这么多 喜欢的朋友 记得like 这条片 有什么问题 可以留言 最紧要 最紧要 subscribe BossMind 这个频道 好 多谢大家收睇 希望 之后 还有机会 和大家 在BossMind 的平台 分享 相关观点 和资讯 拜拜